字幕提供 我問一個想像天馬行空的想法 我看到癌細胞生了一塊蜥肉出來 有塊椰子、肉 肉眼看到 甚至有兩三cm 多大塊 如果我在抽血檢查 是否可以檢查到一兩個恐怖分子 抓出來你的ID有問題 是否可以經過這個途徑 再早些發現 因為不用我看到那顆肉眼才發現 這也是一個我們正在研究的題目 醫學界一直都很想 有一些早期非入侵性的診斷方法 可以診斷包括大腸癌 但直至現時為止 在這方面並沒有很有效的科技 因為有幾樣東西 若果它已經去到血液 都有的話 都已經是擴散 第二件事 在血液 就算真的有這些壞的細胞 它的濃度應該是很低 低度我們是無法當作 所以一直研究方向 都在講一些癌指標 其實不是在看細胞本身 而是其他物質 其他有些分泌 令到你的身體有些分泌 某個地方有機會 有些癌四股在滋掌 就一直在散發這些化學物質 令到身邊的東西變壞 是的 我們在大腸癌的情況 最壞呢 比如我們 不要說最壞 可以慢慢變壞 例如我 在鏡頭看到了 我又剪了 那顆色肉 那是否應該是一了八了呢 如果我說不是 你的腸癌很後期 又可以有多令到 剪色肉都不行呢 那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就牽涉到兩方面 第一 就是它究竟切出來的 是癌症 還是還是處於早期的腺瘤的地步 分別在於 其實腺瘤 雖然名字叫做瘤 但它裏面的細胞 是未變得完 變了它沒有一個惡性細胞的情況下 只要我們將腺瘤 完整地切除了 它就不會有任何在那裡的地方再復發 又或者是擴散出去 又或者是再變惡的機會 但若是癌症 就另一種情況 癌症是在腺瘤的基礎上變出來的 有時候 若我們內骨鏡看到 我們是可以切除一些早期的癌症 就視乎切出來的樣本 是否齊口 齊口的意思 若我們將它整隻煎荷包蛋 如果蛋黃沒有穿 裡面的所有的細胞 含著在我們切出來的東西 那病人也是安全的 但若我們切出來 拿去化驗 病理科的醫生看到 其實這隻荷包蛋 已經被煎穿了 即是說 其實本身那些惡性細胞 根本一早已經滲出 而我們劃出來的地方 是無法一直直達最深的根部 我們便知道 其實它是需要做進一步的手術 例如可能要將腸切一折 甚至乎它走得這麼深 可能根本腸在外面都有 那些我們可能要做其他 包括化療 甚至乎是一些標白的治療 但那個人可以完全沒有病徵 因為可能早期的腸癌 他可能隨便檢查 我發現裡面已經有壞的癌細胞 所以我切了之後 我發現不是 你已經擴散了 擴散了之後 除了檢查出來的蜥肉之外 是否其實周邊都會檢查 可能見到還是怎樣 要靠一些素描檢查 當我們診斷到一個人有腸癌的時候 我們是一定要要求他 需要做一些素描檢查 素描檢查起碼都要包括肺部 包括肚腹整個腹腔的地方 看看有沒有擴散了 如果擴散後會見到 總流粒 是否應該 算是甚麼期人 或是初期、早期、晚期 如果是有擴散 就已經是第四期 那治療是否複雜很多 即是走開了 就變成不是腸胃 其實這樣說 大腸癌的治療 其實最主要第一步 一定是切除 切除腸 切除 可以切扭 可以切腸的一節 這是基本 是一定要做的 在這個基礎之上 視乎腫瘤滲透的深度 即是腸腸穿得有多透 視乎有否影響到身體 其他淋巴結 其他擴散的地方 就決定是否需要做化療 大腸癌相對來說 電療是一個很少用到的方法